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筋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罗伯特清奇和他全球闻名的富爸爸穷爸爸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师罗伯特清奇的七个致富关键。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,记得马上点赞订阅,错过我们你可就吃大亏了,现在我们正式开始。 第一,别再用时间换钱,要赚剩余收益。 富爸爸穷爸爸中,在商业世界中有一个象限,就是E代表着雇员。 按照富爸爸的说法,通过一个人的核心价值,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员工还是公司的看门人。 因为他们都会说同样的话,那就是我要找一份有保障有福利的工作。 这就是他们成为员工的原因,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安全。 另一个象限是S,也就是小企业主或个体经营者。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也会让他们使用同样的词句,那就是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,那就自己做。 所以S也意味着独自一人,或者所有事情都自己做。 在象限右侧是B,代表着大企业。 或者像比尔盖茨这种,福布斯对大型企业的定义是500名或以上员工。 他们说的话就跟之前不一样了,他们会说,我在寻找一个好的体系,好的网络和一个最聪明的人来帮助我经营公司。 所以他们跟S不一样,他们不想自己经营公司,他们想要聪明的人为他们经营公司。 第四象限是I,代表投资者。 这些人会让钱为他们工作,他们是让别人为他们工作的人。 而雇员就是为这些有钱人拼命工作的人。 罗伯特的穷爸爸就是跟他说好好上学,然后找个高薪的工作。 所以穷爸爸的核心价值观所处的象限就是雇员,希望找到可靠晋升,稳定收益这种的工作。 而富爸爸却说,如果想要变得富有,那就学着创业。 对富人来说,为了建立自己的企业努力工作,为自己的产业,为能传下去,一代传一代的东西付出才有意义。 穷爸爸说努力工作,而富爸爸说,为什么要为不属于你的东西努力工作呢? 你可是随时都可能会被炒鱿鱼的呀。 确实,你熬夜加班发际线日益后退,结果是为了实现你老板的理想生活,这合理吗? 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,所以富爸爸的建议是,学会如何成为一个企业主,如何成为一个投资者。 左右两边象限的最大区别是,左边象限E和S追求的是安全,他们也是为了钱而工作。 右边的象限B和I,他们追求的是自由,他们不想再被迫为了工作而努力了,他们不想余生都被绑在工作上。 所以简单来说,创建企业和学习如何投资的美妙之处在于,这是被动收入。 你努力工作付出个几年,很有可能金钱就会滚滚涌向你了。 第二,学习如何积累资本。 我们来看看财务报表,有收入、费用、资产、负债。 就像我们在富爸爸穷爸爸中看到过的,房子不是像资产,基本就是说,大多数人都有所房子,他们把它看作是一项资产。 但是事实上,他每个月都会通过抵押贷款这个东西花费他们的金钱,这就是他们破产的原因。 富人们为什么富呢?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,那就是富人们都有资产。 像是企业这些,每个月都有好多进账,还有房地产、股票、债券和商品,也就是家里有矿。 每个月现金都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他们的腰包,这就是富人模式。 不管他们工作与否,都会有很多钱进账,他们就会越来越富。 但是大多数人只有房贷、车贷、学生贷款这些,这就是穷人。 那么,让富人和规划良好的企业变富的共同原因是什么呢? 一个好的企业必须要设计他的资产。 富爸爸作为一个良好的企业,他最大的轻资产,也是最大的资产之一,就是他的品牌。 他们可以做授权。 授权后,全世界大概每个月有60个人给他打钱。 光靠富爸爸穷爸爸这一本书,授权费就从日本、中国、欧洲滚滚而来。 罗伯特每个月都计划写一本新书,这样每个月就会增添新的进账。 他们还有研讨会来增加新的收入流。 所以依靠富爸爸这个IP,公司不断地积累更多的资产,每个月都变得越来越富。 第三,从一而终,直到你成功为止。 罗伯特从1973年就这么做了,他报名参加了他的第一个房地产投资课程,最开始花18000美元买了一个很小的地方,然后不断地一遍一遍地做下去,直到成为了一名企业家。 然后他还在不断地继续,直到现在仍然在房地产领域学习和进步。 在1966年,他在美副工作,进入了石油行业,时至今日他也仍专注于石油领域,不断地进行投资。 罗伯特并不进行分散投资,当然谁都不是长盛将军,有时他也会蒙受损失,也会犯错。 按照罗伯特的观点,分散投资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是个好的选择,平平稳稳,但是他推荐只投对的,把好的投资和坏的投资区分开,把好的建议和坏的建议区分开。 对于清奇来说,就是不要分散化和多样化,而是要一条道走到黑,直到你成功为止。 然后你就可以接着走下去,因为你已经发现了成功的道路,那就可以不断地复制它。 当然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这些建议请根据自身酌情采纳。 除了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部《皆知相闻》的优秀作品外,还有好多会让你有醍醐灌顶之感的优秀书籍。 你可以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链接,加入我们对经济读读书会,我们每周将会解说两本书,这样你将达到一年深刻理解100本书的读书量。 内容涵盖财富思维,自我提升,心灵成长等各个领域。 一次加入,终身免费,随时随地听书,彼此交流,共同进步。 第四,付出越多,收获越多。 这是一条真理,那些没有钱的人,只因为他们付出的不够,很多人追求的都是钱多活少离家近,这就违反自然规律了呀朋友。 如果你想赚到更多钱,你就得做更多的工作,付出更多,这就是罗伯特的观点。 第五,投资房地产或者商业。 这种经历会让你更加睿智。 罗伯特的第一次投资是夏威夷的一个18000美元的小小公寓,每个月大概能赚25美元。 这笔交易没让他赚到多少钱,但是他认为,每次无论在房地产还是在商业上的投资都会成为他的经验。 经验积累得多了,自然就更加聪明了。 所以他的第一笔生意只有18000美元,刷爆了信用卡付了2000美元的首付,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融资。 现在大多数的专家都会说,太蠢了,别那么干。 但是如果你头脑清晰,目标明确的话,还是可以做的。 多年之后,他用零首付的方式购买了一套700万美元的商业建筑。 每个月在支付完所有费用后,还能有大约3万美元的月收入,也就是36万美元一年,完全不用占用任何资金。 这就是接受良好或糟糕教育的代价。 良好的教育是知道什么是好的债务,什么是坏的债务,以及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债务也可以带来收益。 第六,改变你的金钱思维。 穷人先支付账单,富人先支付自己。 这件事其实还是挺难的,因为这也不是什么秘密,富人们都是这么说的,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,他们总是会先支付账单,从来都不会对自己支付什么。 你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,就算你没钱,也得支付自己。 那些催款电话打来的时候,你就可以把它们当作激励,赛翁失马,焉之非福。 就算是大名鼎鼎如罗伯特,也曾经因为破产而一文不明,被催债电话轮番轰炸。 但是他没有就此退缩,成为缩头乌龟,而是把催债员当成自己赚钱的动力。 这就是为什么他主张先支付自己。 你可以购买资产或者把钱存在银行里,最重要的就是养成这种习惯。 你需要改变你的思想,而富爸爸穷爸爸整本书正是关于此。 因为我们就是自己最重要的资产,也是自己最大的负债。 第七,努力赚取被动收入。 说起努力工作,其实大多数人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获得劳动收入。 雇员和自雇者都是为此而工作的。 完全的劳动所得,在美国的税率接近50%。 正如乌伦巴菲特所说,尽管他赚了数十亿美元,但他的秘书纳税比例却比他高,这让他感到很羞愧。 所以当你对孩子说好好上学,找份有保障的好工作的时候,你向他传递的就是要赚取劳动收入,就是最差的收入类型。 第二种收入类型是投资组合收入。 税率大约是20%,投资组合收益通常就是资本收益。 如果我以10美元买一只股票,我卖50美元,40美元的收益要按20%纳税。 或者如果我以10万美元买一所房子,以20万美元卖掉它。 这是资本利得类的项目,要交很多税。 第三种收入是最好的收入类型,是被动收入。 这是定期的收入。 罗伯特和一众富豪之所以能那么有钱,早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一个原因就是,他们都努力追求被动收入,不是劳动收入,不是炒房,不是股票等投资组合收入。 他要的是被动收入。 所以新的货币规则就是这样,你必须了解,你要成为哪个向线的人。 你努力工作是要追求什么类型的收入,如果你了解到其中的奥妙,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支付0%的税率。 而且这条法则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,要是雇员和自雇人员,你肯定是做不到。 但是哪个政府都需要大企业主和投资人,所以会给他们的被动收入提供各种税收优惠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。 我们是你成为亿万富翁路上的坚强后盾。 这里是堆金机遇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